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观众朋友您好 欢迎收看这一期的维发明 熟悉我们节目的观众应该知道 这几年我们都是把目光放在国内 关注了不少我国劳动人民的聪明才智 那今天这期节目呢 我们要把目光放向国际了 为您打开视野 今天这个节目的主题呢 是关于捕捉的 我们要去了解各种各样的新型的捕捉工具 那么他们捕捉的猎物都是什么呢 这些发明者们又有怎样的奇思妙想呢 来看看今天的第一个发明项目 阿萨 交给你了 因为我快发疯了 你看外面 看看吧 看见了吗 这是一个地窖还是城匠避难所 你应该知道这里是老鼠天堂 我想让你帮我除掉它们 好吗 你有什么办法吗兄弟 可以说世上有成千上万种补暑器 事实上 像美国专利服务局申请专利的 就有约四千四百个 我只需要一种管用的好吗 我能做一个管用的吗 似乎人人都认为自己能制造出更好的捕捉器 有转动型的 也有弹射型的 有些能捕到老鼠 但是有些还是让老鼠跑掉了 拉塞尔 我不知道竟然有这么多捕捉器专利 看到这些捕捉器时 你肯定会很吃惊 事实上 我注意到绝大部分都是生擒捕捉器 让人们听说 它们在自家的墙壁中乱窜时 大多数人想的肯定是杀掉这些小镍齿动物 既然有很多很多这样的专利 我想或许我们应该挑选最有趣的 并且尝试着自己动手做 有一种装置和普通的快速捕捉器有一点不同 这种捕捉器的捕捉方法非常人道 为什么人们都喜欢走极端 用活兽陷阱抓到老鼠 不是为了养它们 而是为了困住它们 然后将它们除掉 汤姆和拉塞尔决定还原四种 他们认为最有可能成功的捕捉器设计专利 他们会完成按照最初的专利 设计制造出一模一样的捕捉器 然后看一看 哪一种捕捉到的老鼠最多 考虑到我的朋友拉塞尔想要活捉老鼠 然后放生 我选择了一个设计优良的捕捉器装置 小老鼠莫尼卡被简单的陷阱门装置给困住了 只要将抽屉拉出来 带着它走到野外 就这样 祝你今天过得愉快 这个捕捉器适合家庭使用 用容器装一点垃圾 将水管垂直悬挂 我们的诱饵就在这片薄板上 老鼠落入底部时 管子就会转动 我要制造的第二种捕捉器 是一个简单的笼子 只需要我们可爱的小老鼠莫尼卡走过那里 就这么简单 要知道 我把这里垫高了一点 我考虑的还是挺周到的 这东西是我做的 我要善待我的老鼠 我觉得这个真的很不错 我想老鼠会走进这里 站在压力垫上 然后压力垫发出信号 通过螺线型电导管 将老鼠推到这边的捕捉区 这一个需要用上电流 另一个是传统的力学结构 哪一个更好呢 我要制造的这两个 都是非常人道的捕捉器 我想最管用的那一个会是 记录赛案的 4000多项捕捉器专利中 绝大多数的设计 技术含量都比较低 这也是他们共同的优势 组装大多数装置 所需要的材料十分简单 在测试专利工作室 都可以找得到 这是我们的旋转捕捕捉器 老鼠会在这里 他们会因为重心不稳 而从这里掉落到水桶底部 漂亮 在中间绑上一个吊床 在上面放一点奶酪 当老鼠来到这里时 它就会翻滚下去 但是 拉塞尔需要改善一下 其中一种装置的制造方法 这个装置 有一点技术含量 要触动这些 需要用到触动开关 基本上是一个压在盒子里的球 或者我们也可以用激光器 老鼠穿过传动杆 触动这边的开关 螺线形电刀管打开 给老鼠重重一击 是时候拿老鼠 进行一下 先期感官测试了 奶酪永远的最爱 肉块 巧克力棒 我也很饿 但是这些都要给老鼠准备的 哎呦 这该死的东西咬了我一口 我的手指流血了 喂 汤姆 我们要进行所谓的行为研究实验 他们会去找巧克力呢 还是会去找奶酪呢 你觉得哪一种几率大一些 我不知道 我又不是老鼠 先放薯条吧 哦 薯条可是很受墙角的那些家伙欢迎的 也在这里放点巧克力 好的 我们先放薯条 再放巧克力 那些都被吃光了 转过拐角 是他们的藏身地 白色装置上的食物也没有了 他们肯定很喜欢这里的巧克力 我想我打算用巧克力 这个准能将他们吸引过来 我去抓几只老鼠 NASA和汤姆各自制造了一个 他们最统议的补薯器专利装置 你做的东西呢 这一个叫闪和滚 这个叫什么 会和落 这是我的 买捞诱货 接下来 这个是电动铁锤 北美大约有300种不同物种的老鼠 我们抓的有好几种 他们将获得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 参加我们的测试专利计划之 小鼠逃生计 食物已经摆放到位 四种获得专利的补薯器 也已经就位 补薯器设置妥当 是时候大展拳脚了 自由 补薯行动开始 他们肯定会找到很多方法逃脱 首先汤姆的陷阱门装置 这里需要换上一个非常非常轻的塑料 就跟没有东西付出在上面一样 他们在这里团队合作 后面的那个家伙说 我来保持平衡 你去吃 接着他们调换位置 老鼠的通力合作 让我前功尽弃 是的 他自己救了自己 接下来是拉萨尔的转动管装置 快看自动补薯器那里有什么掉下来 自动补薯器的管子 似乎没能诱惑住老鼠 反而把他们吓跑了 他们只是朝着下一个陷阱 汤姆的摇动吊床 慢慢的爬了过去 跑快跑 继续跑继续跑 快看 他跑了 这个对他们来说 似乎更好驾驭一些 哎呀 你看见了吗 这些补薯器的设计缺陷 实在太明显了 因此老鼠赢得了这场战役 唯一我不用去34家商店找的材料 就是里克的一块毛毡 他们的脚就站在毛毡上 汤姆 你真是个笨蛋 里克已经看够了 但是如果过早结束测试的话 拉萨尔恐怕就尝不到 第一次成功的喜悦了 由螺线型电导管驱动的弹射补薯器 首先捕获了猎物 开始有效的捕捉老鼠 每个家庭都应该有一个这样的装置 这个获得专利的激光触发补薯器 非常管用 在短短50分钟的测试时间内 就捕捉到了5只老鼠 其他装置就没有这么高效了 现在最值得骄傲的是 老鼠比汤姆斯托尔特还聪明 我可不想在国家电视节目中被人看到 输给了一只老鼠 一定要击败他们 击败他们 击败他们 我就知道 螺线型电导管弹射器肯定管用 这无庸置疑 因为我们的围栏里 关了40只被捕获的老鼠 我想我们得进入下一个阶段了 这是战争 不是小打小闹好吗 我要总结我的错误 我要从这些捏齿类的家伙身上吸取教训 我要好好修理他们 我会抓到他们的 我们来认真损失一下这些专利设计 我的意思是 我们为什么不将各种捕属器的优点综合起来 制造一个超级捕属器 游戏开始了 所有认识我的人都知道 游戏一开始 汤姆就会变得完全不一样 测试继续 计划如下 人类向老鼠发起了终极挑战 制造一个迷宫 迷宫里有一系列分隔的障碍物 老鼠需要以致取胜 找到他们的目标 奶酪 这个装置指责帮助汤姆和拉塞尔 更好地了解老鼠的思维模式 以及弄清楚 到底是人聪明 还是老鼠聪明 我们找一家宠物店不就行了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见过 他们有那种大型的树枝玻璃穹顶 我设想的是 整个迷宫设置五个关卡 最后一个关卡是奶酪 但是任何一个关卡没通过 他们就得回到起点 重新开始 这是一场老鼠马拉松 我们需要杀鼠 宠物店里要是有猫就难办了 不是吗 我不知道这个是什么 但我敢肯定 我们可以下一步用 要买的都买完了 我们可以加上气动陷阱门 还可以安装空气帘 这个应该可以破坏他们胡须的功能 他们穿过去不会有危险 就看他们敢不敢 要是一个地方能让他们舒服的待着 不想动 这会怎么样 这是我们从之前的补属器中 吸取到的教室 他们的目的就是寻找食物 我们开始吧 我们有好多事情要做的 开始组装吧 终极补属器 开始动工 我要出去再拿一些铃铛和哨子 我想要是我们能够影响他们的感觉判断 那可就太棒了 摇铃铛吹喇叭改变光线 这个交为女行吗 他们忙着改造他的塑料管 设计迷宫布局 与此同时 拉萨尔开车出去买配件 用来给老鼠进行真正的终极测试 我想我已经准备好我所需要的所有东西 看看汤姆的陷阱做得怎么样了 汤姆完全沉浸在改造自己迷宫的乐趣之中 忘记了给拉萨尔的陷阱留地方 他为自己的手工作品得意不已 但是也应该做好迎接拉萨尔怒火的准备才是呀 伙计们 这是我第一个通道 你们觉得怎么样 没反应 别客气 你们可从来不这样 我不是客气 这不是客气不客气的问题 我本想在某个地方放点东西 但是现在一条缝都没留给我 简直 这些都是一气呵成 没有任何计划 我还在想是不是要在那里设置一个起点 那就更好了 让我生气的就是这个 我离开去买东西的时候 已经设置好了路径 但是我回来之后全变了 好啊 我可以接受 但是这简直 认识李克这么久 这是他沉默最久的一次 他也目瞪口呆 我们已经搅得一塌糊涂了 就是这个该死的捕鼠器 我想让老鼠从一端到另一端 这只是一个迷宫 这是一个迷宫 多令人惊讶呀 这是一个为老鼠设计的迷宫 哇哦 我实在太震惊了 这只是开始 我的朋友 我们来这里就是为了将它改造得更好 我不介意爱一顿打 但是我打心底觉得这个陷阱酷毙了 如果你们想拆掉的话 那就拆掉吧 我觉得也是 我想我们还没有就我们各自的需要进行沟通 或许是我离开的时候没说清楚 这是我的错 阿塞尔 我觉得事情发展成这样也不是他故意的 但是要知道 如果你想以特定的方式做某些事情 就直接去做 不要期望其他人读懂你的心思 这个可以调整 谢谢 我说的是 这个可以调整 这是这几个星期以来 我听到的最动听的话 至少你做的东西还有调整的余地 在这里挖个洞 那里挖一个洞 接着把它们放到那边的盒子上 干得好兄弟 我接受你给老鼠设置一个入口的想法 首先 它们穿过这边的小空气帘 我在这里安装了这个风扇 所以它们要从那边走 这样它们就会走进我们的第一个陷阱 如果它做出了正确的选择 它就会来到栏杆的顶部 到达奶酪这里 如果它决定走前面 它就会撞到这里的顶板 从死亡斜坡上滑下来 老鼠还得通过拉萨尔设置的其他装置 如陷阱门 旋转门 车轮 以及滑轮空头区 老鼠在这里 碰到这么长的一根管子 还会继续前进吗 我完全搞不懂 这段路太长了 我同意 所以我将这些管子 从右耳盒上拆下来 进行了改装 希望气味通过这些管子传播 我想引诱它们走进管子里 现在看起来很不错 我们只需要将它用绳子绑起来 就可以开始老鼠竞赛了 欢迎来到老鼠马拉松比赛 第一条规则是不准谈论老鼠马拉松 这一看就是一个迷宫 最终的目的是拿到右耳 右耳就在迷宫的这个地方 右耳的味道会通过这些管道传到各个部分 右耳现在被绑在一个开关上 所以如果老鼠触碰到了右耳 就会触动警告 比赛结束 那么老鼠能够通过障碍物到达终点吗 汤姆和拉塞尔冒着生育受损的风险 向公众展示了一场人鼠之战 老鼠并没有多聪明 我们最终会将它们一网打尽 我所有的邻居 所有的邻居都来到了这里 他们赌该死的老鼠赢 不是我 好吧 对我而言 这真是一个糟糕的夜晚 抛出来 这是你下注的那一只吗 先生 是的 下注结束 老鼠都很活跃 准备好赛跑吧 狗九位了吗 比赛正式开始 十只老鼠出发 为荣耀而战 加油 快 快 加油 他跑过来了 跑过来了 做出正确的选择 做出正确的选择 第一个障碍是陷阱门 有三只小东西被困住 退出了比赛 还剩七只奔赴螺线型电脑管滑梯 有两只参赛者成功传越过去 还有三只在迷宫里四处徘徊 现在还剩下两只 即将迎接最后一个炸野区 空头区 超级捕鼠器如何让捕鼠轻松愉快 新型钓鱼法能否让大鱼上钩 古人坎克能否有效打击罪犯 请收看外发明 智慧捕捉 现在还剩下两只 即将迎接最后一个炸野区 空头区 只剩一只了 但是这只不容小觑 我们的白色小朋友 已经闯过了所有的障碍 现在进入最后冲刺 胜利 哇 恭喜恭喜 我可以得到什么 你得到了这只老鼠 我们的专利测试小组自己也很高兴 十分之九的老鼠都没能通过他们设置的关卡 我们的胜利者正在静静地享受胜利的果实 经调查 补助器方面的专利已经超过了4500项 我不知道是什么迫使人们不断努力制造更好的补助器 不知道什么时候是个头 我觉得语曲说是一个捕鼠器 倒不如说是给老鼠做的一个鼠乐园 非常的有意思 接下来了解的这个发明呢 是要帮我们捉鱼 那么怎么样从水中捉到鱼呢 其实可能很多朋友都会有自己的办法 但是这个发明给我们带来的可能是不一样的视角 去看看是一个什么样的发明 如果你没有船 而你又想钓到湖中央的鱼 别担心 有两项专利可以利用氦气球 带着你的鱼饵飞到湖中央去 第一项专利最适合懒惰的钓鱼爱好者 它可以帮你钓到鱼 这项专利需要气球放气 刚刚好漂浮在水面上 桃姆 你觉得这个怎么样 嗯 这个混搭有点怪异 我迫不及待的想要试一试这个 我们第一步应该怎么做 我们要做的第一件事实现测试一下 看看氦气球能够承载多少重量 所以你要去拿一些重量较轻 中等以及较重的东西来 好的 那么你做些什么 我去找一些气球来 还有一些气 默契 看来你的气已经准备好了 扯我的手指头 瞧瞧这地方 兄弟 那边的一家人看起来多幸福呀 不是吗 没错 鱼儿一家 接下来我们要去找一个钓鱼高手 我们要去后面找鱼汉尼图纳 穿上你们的脚鱼 我们出发 我们去看看盲鱼 这是一种盲鱼 没错 非常危险 这是一种缩鱼 你们要小心 我知道 我午饭要吃这种鱼 拉塞 我钓鱼去了 火箭 我们抓到了妈妈鱼 我们抓到的爸爸鱼在这里 多漂亮啊 哦 看看这个 我平常抓的都是这种 我想 气球应该带得起这个 汤姆和拉塞尔需要知道需要多少氦气 才能带起一条平均大小的鱼 所以 他们要从小鱼开始测试 然后逐步提升重量 你的音调之所以会变得这么高 是因为你的声带受到了不正常的气压的推挤 欢迎收看测试专利 一档由小矮人主持的节目 分鱼幼苗 小红鱼鱼 大红鱼 鱼 王鱼 好多鱼啊 第一次测试是尝试用一个标准的生日气球 带起一条4盎司重的鱼 气球的直径为1英尺 充有0.5立方英尺的氦气 鱼跑了 鱼跑了 不行 所以 他们将气球的尺寸加倍 直径增加到2英尺 我们要让鱼漂浮起来 走下吧 但是 这个气球能够带起一条 一磅重的红鱼鱼吗 准备 开始 他看看 离开了地面一点 接下来进行下一个测试 三个直径为2英尺的气球 才能带起这条一磅重的鱼 小家伙在那边立起来了 是那条跑掉的鱼 测试继续 我们最大的红鱼鱼有望出场 它重达5磅 3 2 1 鱼跑了 这样浮不起来 有可能会垂直下落 一旦增加鱼的重量 肯定不会成功 不是在增加一个气球的问题 而是需要增加气体的量 简然 这群人需要加倍努力 才能获得一线成功的机会 老兄 只要下去会很可怕 他们开始用质地较轻的 锯纸包膜热睡毯 自制气球 这个气球宽一米 高两米 长四米 可以容纳八立方米的氦气 这相当于500多个生日气球 能够容纳的氦气量 但是 它能够带着我们的王鱼 漂浮起来吗 这条鱼长两英尺 银线 骑片 和内脏加起来 重十四磅 诶 看看这个 相当不错 兄弟干得好 真是太棒了 准备好了吗 三 二 一 十四磅会不会太重了 谁会拿着这么大的气球 去钓鱼啊 你咯 你已经这么做了 事实上 这个超级大的球 只能承载约九磅的重物 不太坏 但也不怎么实用 我觉得这真的一点都不实用 我们根本不知道 我们会钓到什么样的鱼 似乎这个专利 只能到此为止了 那么我们现在来测试另一项专利 第二项钓鱼设计专利 并不是带着鱼升空 而是带着鱼耳升空 用钓线将鱼钩绑在气球上 气球会在锋利的推动下 离开岸边 正好停在要钓鱼的地方的上空 通过摇动释放装置 让悬挂的鱼钩掉进水里 这样就能让鱼钩落入湖中理想的钓鱼点 这个专利的组装不复杂 但是还是需要高超的钓鱼技巧 才能圆满完成 骨灰放线 让它掉落在有鱼的地方 所以他们现在出发去湖边 测试这个奇特的想法 根据这第二个获得专利的钓鱼创意 我们只需要让鱼耳漂浮起来 放开气球之后 把伞拉住拴在气球上面的线 我在气球飞到鱼群比较集中的地方时 拉线放下鱼耳 我们的专利测试小组只能任由风摆布 不仅在于风速 更重要的是风向 风将它们的鱼耳吹得远离了湖面上空 太高了 它在空中的方位飘忽不定 还没有飞到我们理想的地点的上空 在路上风的推动下 气球未能如愿飞到湖面上 它不仅飘回到我们英勇的钓鱼人的头顶上空 而且气球的线纠缠在一起 乱七八糟 有好气看了 我原以为钓鱼会很有趣很轻松 我看起来像玩得很开心吗 你看起来一点也不轻松 保持冷静 转动绕线轮 慢慢将线收回 把那个给我 是时候进行另一个尝试了 就这样就这样 你跟我说的 我会放松的 汤姆和拉萨尔准备在传统的气球上 玩点新花样 兄弟 气球飞走了 线断了 气球自由了 这个高空钓鱼的实验 结束了 我的气球不见了 我气馁过生气过 但是还是不得不说 这也是钓鱼的乐趣之一 你永远不知道会发生什么 不是吗 就和这个从哪里来一样 五分钟之前还是晴空万里 李克 你应该为我们感到骄傲 汤姆和我一直在努力尝试 利用这些氦气球 将水里的鱼钓出来 真可惜 我和我的马儿错过了 人人都想将鱼儿泡得更远一些 是的 越远越好 但是你要正好落在你想落的地方 这才是真正的挑战 水越深 鱼越大 而且总是离岸边有一定的距离 超出了投掷的范围 让我们找到一个 能够准确定向头儿的方法吧 可以利用和这个遥控船一样简单 安装有四伏系统的装置 来投放吊线 我认识一些擅长玩这些模型直升机的人 他们能够操控的非常精准 我们为什么不组装一把 吊杆样子的压缩器枪 要不就这么决定了 还是你们想坐一条船 直升机和枪 这简直太棒了 我们的专利测试小组 开始各自采用不同的方法钓鱼 拉萨尔将制造一条遥控拖船 拖着他的吊线到湖水远处 然后将鱼钩准确地投放在他期望的地方 李克将制造他自己的高马力C02空气枪 用枪将鱼钩发射出去 穿过水面 落入有大鱼的地方 而汤姆则将他的吊线 绑在高马力的高速迷你直升机上 通过直升机上的载重装置 抛制他的鱼耳 这可太有趣了 这是一条托船 我找到了一个17线的马达 所以船的速度至少可以增加50% 现在的问题是 这条船是只有两条通道 而我们需要想办法用三通道的无线电投放鱼线 所以第一步就是拆下这个马达 换上这个马达 我先试试看 我们需要一个飞行员 能够开着直升机带着吊尔飞到湖面上空 然后投掷吊尔 我来了 汤姆直升机的马达 是以以纯消机甲烷为驱动力 最高飞行速度达到130公里每小时 控制范围超过一公里 这应该有助于汤姆的吊线 投掷在需要投掷的地方 兄弟你被录用了 这可太奇妙了 阿塞尔的小拖船出现了一些问题 新安装的强力马达发动不了 在订购了新马达之后 立刻开始制造它的C02强力鱼尔发射器 这是我的浮标 鱼线和鱼尔跟一个普通的B球绑在一起 从枪口发射出去 问题在于 球相对于枪管而言过大 球刚好可以从管子的开端滚进去 而管子的最后一节是另外一种型号的 球完全通不过去 所以 立刻将塑料管拆卸下来 换上了一根铝合金枪管 子弹都是用这东西来发射 要用它发射橡皮球 自然不在话下 射气球 好枪法 见识到我的能力了吧 那是鱼尔 我现在要做的就是将鱼尔和我们的浮标绑在一起发射出去 回到拉萨尔这里 他正忙着安装新马达 新马达发动了 动力应该足够带动他的钓鱼托船 以及他的鱼尔投放装置 这个驱动这里的长钓杆将钓钩推出来 你只需坐在这里 控制船使到你认为有鱼的地方停下来 投放钓线就行了 李克现在已经准备好测试他的鱼尔气枪 他已经将壁球和钓鱼装置 钩线和钳坠连在了一起 准备好了 球从枪口发射出去之后 速度可达到300英尺每秒 但是这股冲力对于钓线而言过大 只使钓线在基础部分就断掉了 只剩下鱼尔挂在枪口上摇晃 线断了 要扯断一根35磅的测试线 兄弟 这可是需要一些力量 他们的气枪发射器可能要就此宣告失败了 拉萨尔想到一个办法 在钓线上加一个重一点的计量导线 他希望这根线能够吸收所承受的钓线的部分冲击力 减缓发射的速度 从而有效地减少李克的C02气枪的威力 我有一根长脑线有这么长 还有一根可以绑在枪管外面的这个角这里 要减缓速度减少马达的燃气不就行了吗 我还是直接把鱼尔踢进湖里吧 钓线是在中间被扯断的 没有一个成功的 我已经很满足了 为什么我们不尝试用一下上百磅的测试线呢 我去拿他们所拥有的最坚韧的线 李克不打算减少枪的冲击力 所以他们需要更加坚韧的线 这是线有的最坚韧的线吗 是的 我需要的就是这个 很好 谢谢 好的伙计们 最后测试一下50磅的测试线 比我们用的线多承受10磅的力 这也起不了什么作用 钓线只比之前的稍微坚韧一点 于是李克改变了测试计划 转而采用开放式的卷轴 他们希望利用这个减少线所承受的拉力 最终让这个装置起作用 钓鱼是令人放松的活动 难道你现在不觉得放松吗 不觉得老兄压力山大 智能瞄准能否让枪手更好的隐蔽術计 防身手套能否有效的智乎敌人 此外还有哪些妙用 请收看外发明 自我防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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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阻力 钓线没有断 好家伙 在停车场的测试中 李克的C02气枪将鱼饵发射到了150米远的地方 这装置看起来不错 在屋顶上 C02气枪终于发射成功 汤姆的私人直升机飞行员自告奋勇 将他的直升机改装成了一架特制的钓鱼飞行机 我可不想钓到比直升机还大的鱼 仅仅把鱼饵抛下去也不一定能钓到鱼 迪克正将小汤姆拿来的四伏组线制作成电板 安装在直升机的底部 可以通过遥控控制 四伏组线就像这样安装在直升机的下方 鱼饵会随着吊线的延伸 落入浮中 我唯一担心的是钓线会缠在尾权翼上 如果不想钓线缠在这上面 我们就要确保尾权翼的位置在上面一点 而钓线在下面这个地方 先缠在这上面的话 飞机就会失去控制 这样会很危险 如果线碰巧断了 那么还有机会可以把直升机从湖里拉上来 你说的对 明天我们就在空中钓鱼 这就是我们现在正在做的事情 现在动身去钓大鱼 在这片大湖中 大鱼都在远离岸的地方游 所以岸上的钓鱼人根本钓不到 快到捕捉鲑鱼的时间了 不是吗 再过一两周 好得漂亮 恐怕我们的装置会进入你钓鱼的范围 这样可以吗 没关系 你觉得那边的鱼会大一点吗 是的 你觉得哪个位置最好 我们的专利测试小组满怀期望地 开始测试他们的钓鱼装置 将他们的鱼耳抛制到至少离岸边100米的最佳水域 我可能要将目标往上145度 要知道我可不希望这东西影响到海鸥飞行的路径 无线电装置可以让鱼耳抛到至少300米远的地方 我可不希望我的船跑得那么远 不然的话船就回不来了 拿塞尔测试动力船 里克测试汽枪 我测试小抛杆 不过我需要我的直升机飞行员帮忙 我现在就需要它 现在是关键时刻 我们要把鱼耳勾在四伏装置上 我们开始吧 你需要我做些什么 帮我这样拿着我的直升机 我们现在勾鱼耳 这是我的发射器枪 等我将它发射出去之后 这也将起着漂浮装置的作用 我已经准备好发射了 我们已经准备好 让小船下水了 这将会是投放吊线 最成功的一种方法 他们出发了 哦宝贝 里克的吊线成功发射出去了 钓沟落在了165米远的水域中 比一般钓沟能够抛出的距离 远至少五倍 我既不打算抛的和直升机一样远 也不打算抛的和小船一样远 不过这样就好 这东西太酷了 直升机刚推出10到20英尺 就有点让人提心掉胆子 因为线拉得有点紧 这是我们最担心的问题 但是我们调整好速率之后 直升机就稳定了 我们也放心了 汤姆的直升机在湖面上空 发出嗡嗡声 拖着吊线前进 泡尔的距离 当然比里克的远一些 泡尔小汤姆 在超过225米远的地方 拉塞尔的拖船减缓了速度 肯定正在将它的吊钩抛进水里 小船行驶到了300米远的地方 泡尔的地方是三个装置中最远的 小船已经将吊线放下去了 比我能够抛出的距离远太多了 我第一次抛出的鱼儿 没有钓到鱼 我是奔着大鱼去的 但是我没有钓到任何大鱼 我还在选线 该做的工作都做了 现在是时候休息一下 等着鱼儿上钩 汤姆你有收获吗 你是不是快睡着了 我的瞌睡虫都跑出来了 这是我今天唯一的收获 等待了四个小时之后 有鱼上钩了 它还在掌掌 还在拉海拖住它 拉塞尔的小船有鱼上钩了 但是它能把鱼钓上来吗 来了来了 拉塞尔完全是凭运气 仅此而已 它根本不懂钓鱼 拉塞尔钓到了一条 四方重的斑点尊鱼 整个人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之中 用一条小钓鱼船 一条微型钓鱼船 钓到鱼的感觉如何 干得好拉塞尔 它卷性将鱼拉到岸上 接着鱼钓进了湖里 鱼不见了 它逃脱了 我们钓到的那条鱼 就是那条鱼逃脱了 真是笨手笨脚的 我的午餐没了 接下来这个捕捉装置 就更加的有意思了 它捕捉的不是动物 而是鱼 捕人操专利 设计了一种 用于阻扰银行抢劫犯的 终极工具 起初是一个 八英尺高的防弹围场 里面坐着保安 上面有很多猫眼 供它们监视外面的活动 它配有两个炮塔 放置手枪 一个发动机 用来提供动力追逐罪犯 以及两个三英尺长的机械手臂 用来阻扰和抓捕银行抢劫犯的 这样它们就没什么机会了 它很重 配有许多建筑材料 要焊接 还要枪支 炮它和所有其他东西 我们开动吧 让我们把这玩意做出来 我们实际上 我们实际上要建造一个线框模型 是那种1比1真实尺寸的线框 这样的话 我们就真的可以把汤姆放进去了 按照专利的原尺寸 建造一个复制品 可以使小伙子们 避免很多潜在的问题 进而和李克一起建造一个 真正的产品出来 尺寸 重量 机动性将是建造这个东西 最大的困难 啊 这有效果 我们制造的这个东西 看起来蠢透了 看起来像是用来抓一个 6英尺长的小鸡 某人若是想象 有个人可以坐在这里面 感觉就挺怪的 而且这是一个开放的笼子 一旦关上 那就非常阴森恐怖了 你得操纵手臂 并且到处移动 同时还要尝试着开枪射击 巨大的声响 给你带来冲击 发射子弹 也会给你带来烟雾 我们假设你是抢劫犯 我是抢劫犯 现在我过来阻止你 现在我该怎么做呢 我们已经可以看到一些缺陷了 过了吧劫匪 抓人 他不通过门 捕人槽不仅体型大 而且还应该是防弹的 是时候进行射击测试了 如今冲锋枪时代 口径均没45 但是我们选取的44 也差不了多少 我们从最低规格的才要开始 18规格的钢材和口径22的弹药 它刚好从人们中间穿过 那么现在我们要用16规格的 16规格的钢材和22口径的枪 那里嵌入的漂亮小酒窝 16规格的钢材是我们的目标 我们用22口径的无法穿透 我们将选取30口径的 可没出什么问题 我以为我们有个小规则 规定要朝中间射击 我自己也在想这个问题 显然我没有射到中心 他们继续选用10号钢材 这是卡车钢架的材料 它能阻止30号口径机枪的扫射吗 那个刚好穿透 好吧 我们的下一个项目 不知道什么钻孔了 现在我们来测试10号 只降低了四分之一英寸 那真是太震撼了 天哪 看看这个 这是四分之一英寸的厚钢板 这我想都没想过 这可是同类中最大的 先生们 这是我们所留下的 我们准备好了 伙计们 它没有穿透 44 现在该使用最大口径的机枪 来对抗最厚实的钢板 来进行一些极端测试了 一个44口径的来福枪 足以从200英尺开外 射杀一头成年大象 然后一块一英尺宽 半英寸厚的钢板 可以承载70多吨的重量 两面中任何一面都行 智能瞄准能否让枪手更好的隐蔽自己 防身手套能否有效地制服敌人 此案还有哪些妙用 请收看外发明 自我防备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可是直接打击 而且它没有造成什么影响 你将需要半英寸厚的钢板 那将会有2000磅重 那它还怎么移动 那就太荒唐了 再怎么办 先生们 拉塞尔 唐姆夫在制作 国际们 进行了怎么样 达伦密辛 乃夫 斯莫尔伍德 谢谢你们过来 助我们一力之力 我们不打算把它做成防弹的 对 我们的测试发现 你们最少需要八分之三厚的钢板 如果用这种规格的钢板 将会重达好几千磅 我们不会走那条路线的 必须很大 至少2000磅重 这样的补人器肯定是移动不了的 更别说补人了 和原版的专利比起来 这个可以排除掉 他们决定不用真正的子弹 来测定这个专利的其他性能 能否最终见效 因此 他们决定使用轻型的铝来制作 这种材料模拟了 现在的高科技防弹材料 它必须灵活移动 才能抓住罪犯 因此 这个压缩板的机动化轮椅 应该能完成这一任务 我很惊奇的是 与轮椅相关的事故并不太多 因为它行驶的还是很快的呢 驱动系统本身真的挺不错的 比我想象的要强大得多 我们都指望着它了 并且它还可以推进其他东西 那么它若是能移动的话 它可以抓人并将其控制住吗 这取决于曹寺两只机械臂的设计和制作了 那么我们现在有了铝制的机械臂 因此 我们可以把它们装进去 像这样 把这个焊接在这里 它基本上就像一个大型的铰链那样运转 我们会把它擦洗干净 让它看起来漂亮一点 可能还要在里面加一些橡胶头或者钉子 用作微摄物 看起来像个巨大的生彩叉 我不知道这个是不是有效 但是毫无疑问 它看起来非常猙獰 那么如果一个劫匪闯入银行 看到这个东西 他们肯定会离开的 然后去到一个没有补人器的银行 你能从那里出来吗 出不来 现在我不是要你搞定那个臭烘烘的机 我问你出不出得来 那么我们可以开始加装杠杆机械设备了 从而可以用来捕捉牲畜 让我们的交叉手臂动起来吧 这种低端的简易处理方式 实际上能收到很好的效果 当我这样拉它的时候 对 手臂收缩进来 这个专利需要在前端 安装两个主要孔洞 一边一个 用来放置手枪 补人器的上一片 按照原版专利的规格进行切割 包括洞口和其他部分 因此就像该专利对汤姆的要求一样 你也要忍受不良能见度 而且我觉得一个子弹可以穿透 我可能被射杀了40次了 小伙子们为这个东西感到兴高采力 他们迫不及待的 想让我们紧张而又主动请应的是飞员 将这个东西拿到外面 去实地测试 它看起来像个轮子上的附属建筑物 我患有幽闭恐惧症 但不是那么严重 只是轻微的 因此我们在工作室里的时候 我们把我关在这里 测试专利又进了一步 对于汤姆斯托尔特来说 真是个愚蠢的东西 好吧 这个挺好的 我一点幽闭的感觉都没有 我想是因为这里有很多开口的缘故 但是李克什么也看不见 好了 看看这个 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把安静速度快 那些手臂起作用了 是的 它肯定能起到作用 对此 我深进不已 那么汤姆 你准备好大线身手了吗 喂 好极了 我们等待着补人器 和我们优绿的测试员 进行实地测试 彩蛋球演练场 将被用作测试场地 那时将会有子弹横飞 当然会有疼痛感 我们已经做成了专利 然后我们在这儿 模拟一场银行抢劫 我们要看看这个专利 如何抵挡银行劫匪 哦天呐 我不喜欢这个 见鬼 我感觉很不好 怎么样 糟透了 毫无疑问 那玩意儿蠢透了 该专利有炮塔洞 你可以从那射击 其中一个劫匪 就把枪架在那儿 离你一英尺远 看到那里的 那个大红色贴边了吗 就是那么回事 那些家伙想发一笔横财 那么我要和李克 还有拉萨尔谈谈 以及那些小伙子们 并且我还得报复他们 重重地打击他们 我们可以升级你的火力 快速开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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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许我们能想到一些弹道网 我想我们需要用烟雾来制造奇袭 我想也许可以用二氧化碳灭火器 测试专利对补人器进行更新时 不会有太多重大的变化 上端的钢板将用透明的材料 以保证最终的能见度 还要配备一个超过125分贝的警笔 一个炫目的多速闪光灯 两个二氧化碳网子用来使闯入者目眩神迷 以及一个不人网发射器 一个彩蛋球机关枪 能在不到40秒内发射1000多次 这应该很有趣 如果专利对其进行改进 它实际上可以起到一些作用的 那么现在我们需要二氧化碳灭火器 因此我们需要一些空间安装它们 你想在这里放置两个这样的东西吗 是的 我们会让它们陷入迷雾之中 火箭 这样可以摆脱那些坏小子了 它会让你什么都看不见 我们把这些东西放在那 这里每一个机器都装满了彩蛋球 我们会在里面放置大约2000个彩蛋球 我们会安装一个支架 然后支架可以支撑枪支 它还可以旋转 那么它就可以在一秒之内 射出23个彩蛋球 一个装有网子的空气泡 确实 我们去找个网子 可能要8英尺宽10英尺长 好的 我懂了 我现在要用到一个灭火器 就是一个二级灭火器 使用的12氧化碳 或者ZO2 那么这个可以发射你的网 我不知道 他们开始着手测试 拉塞尔自制的网子发射器 我会试着跑开 你去发射那个东西 然后那个会飞出 将我套住 我不知道怎么操作它 拉开保险栓 好 然后你要 哦 见鬼 网子发射装置 阿塞尔仍然有不少工作要做 因此他们开始安装树枝玻璃 一切都进展顺利 直到汤姆钻孔 钻得有些上火 他突然从钻头上弹出了 然后裂了 现在我遇到麻烦了 现在我遇到麻烦了 我们在镜头前能这么说吗 这可不是热素聚碳酸纸 这是某种派热克斯玻璃 所以它才会裂开的 我得回到我的卡车里去拿点热素聚碳酸纸 我们需要这东西 热素聚碳酸纸将用来完成捕人槽的制作 它不像树枝玻璃那么易碎 而且应该能防住汤姆 你想把它做好的话 得你自己做 我们有一个高马力的机关枪 亮着刺眼的闪光灯 吞雾器和警笛 太棒了 我迫不及待的想抓住这些家伙了 我预测汤姆会迷惑不解 并且他会一下子发射所有的东西 让我们看看会发生什么 每一个银行劫匪都有一百发子 康姆有两千发 表演开始 因此测试专利版本的捕人器 完成了这个任务 他在不到三秒内 吊倒了八个全副武装 手持彩蛋球的银行劫匪 使得他们猝不及防 恼羞成怒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 我爱发明的节目内容 如果观众朋友 有什么好的发明 要告诉我们 赶快登陆 我爱发明的官方网站 或者新浪微博 今天的节目内容就是这些 在今后的节目当中 我们还想带您继续关注 国外的一些发明项目 欢迎继续收看 客家频道的其他内容 再见 智能瞄准能否让枪手 更好地隐蔽自己 防身手套能否有效地 制服敌人 子弹还有哪些妙用 请收看外发明 自我防卫